第1301章 一些小惊喜 张雨昕的眼里面流露出了一抹激动 然后抱住林峰 轻轻地亲了一下她的脸颊 然后对着她说道 没想到你给我准备的惊喜 居然这么多 我还以为刚才我们两个人都忙着 没有什么时间 就像别的事情 因为刚才有人来找他们两个人的麻烦 所以林峰在解决那些麻烦的时候 也就把张雨昕独自一个人丢到一边了 但是张雨昕却并没有怪过她 因为她知道这个是林峰的错 但是现在这个游艇上面 本以为只有他们两个私人的 可是现在已经多了一个厨师 这让她怎么能够不高兴吗 林峰点了点头 然后搂着她的腰对着她说道 只要你能够高兴就好了 这一切都是一些小惊喜 有什么大不了的 然后说完了之后 她对着大厨师招了招手 把她叫了过来 然后对着她说 现在你可以把蛋糕切了 因为她刚才让这个大厨师 做一个蛋糕出来 也并不是一定能够保证 这蛋糕能够吃的 因为还要看张雨昕高不高兴 现在看来 张雨昕并没有因为之前的那个蛋糕 而吃的有点腻了 大厨师点了点头 也是一个劲儿的 给他们把蛋糕给划好 她心里面也高兴 因为林峰出的价钱可是太高了 让她来一次 这游艇上一天就给了五十万 要知道她工资都没那么高 所以她对林峰这样的一个顾客 可是非常喜欢 不像之前她伺候的那个陆家的大小姐 一天到晚的 竟给自己找麻烦不舒服 而且自己也没得到什么钱 同时还要损失不少 要么就是被上面的人骂 要么就是因为 她故意给自己找麻烦 而害得自己被骂 反正说起陆青青的话 大厨师心里面都是不高兴的 但是一看到林峰这两个人之后 眼里面就流露出了一抹光芒 可以说林峰是她碰到过最好的大老板了 大厨师准备好了之后 她没有再像之前那样 故意处着不动 而是乖乖地离开了林峰和张雨夕 两个人的视线 留下了他们的二人世界 林峰拿起一块蛋糕 然后小心地用着叉子 叉起一小块 对着张雨夕说道 来 把嘴张开 我喂你吃 张雨夕笑了笑 把小嘴张开 然后说道 老公 来吧 你喂我吃这块蛋糕 说完这话之后 林峰就把蛋糕喂进了她的嘴里面 张雨夕的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这时候 他们两个人都看到了 海面上有一团非常好看的连衣 林峰对着张雨夕说道 你知道吗 今天在那个电影里面 我看到电影的内幕就是 林峰说完了一句话之后 在播放之前的那个世界大电影 里面的场景 就是从背后没抱住林峰 而张雨夕在这个时候 张开了自己的双臂 感受海风吹到自己的怀里的感觉 同时 他们站的位置 在这个游艇的非常边缘 所以 如果一不小心的话 恐怕会掉下去 不过林峰和张雨夕都并不害怕 两个人特别的有安全感 他们足足这样子拥抱在一起 感受了接近十分钟的海风 因为这海风吹得实在是太舒服了 让他们两个人的思想境界 都达到了另外的一种高度 过了十几分钟之后 林峰才松开了张雨夕 两个人又重新回到了游艇上面 然后吃着这里的菜 林峰对着张雨夕说道 来 多吃点 老婆 之前咱们都没有好好地吃东西 现在有了这么多充裕的时间 不会被任何人打扰了 林峰高兴地对着张雨夕温柔地笑道 说完了这句话之后 她一个不留神 发现自己的电话 再一次被人打响了 这时候 林峰的表情 一下子变得非常的复杂 仿佛怎么都没想到 今天居然有这么多迫事找上自己 张雨夕跟林峰 同样也都撇住了一下 今天可是他们的大好日子啊 能不能不要有那么多的麻烦 和人来找他们 但是 这很明显 不是他们能够决定的 张雨夕对着林峰安慰地说道 你还是看一下 打电话的人是谁吧 如果是你非常重要的人 那就不好了 他们的一百周天纪念日 这本来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日子 如果是他们的亲朋好友的话 他们也不会在这个时候 来打扰他们 真不知道 又是谁这么大的胆子 敢来破坏他的好事 林峰气哄哄的 把自己的手机掏出来一看 居然是一个陌生的电话 林峰直接翻了个白眼 然后想把电话挂断的时候 又再一次响起了对方重新带来的声音 他只能够把电话接通 喂 是谁 有什么事情赶紧说 我这里没那么多时间 听到他说的话之后 电话里传出了一声非常嚣张的笑声 小子你挺牛的 得罪了我的妹妹 你居然还赶过逍遥快活的日子 实话告诉你吧 我现在已经在找你的麻烦了 林峰听到对方的声音之后 还明显的恍惚了一下 不知道对方说的那个妹妹到底是谁 但是等他回想起来的时候 立马就要明白过来了 对方所说的那个妹妹 除了陆青青 还有什么人 他恶狠狠的说道 看来 你还不知道 你的妹妹出事了吧 电话里面的人听了之后 愣了一下 然后又非常愤怒的说道 小子你别护我 你以为我会信你的话吗 我妹妹好着呢 拿着电话的陆家大少爷 听到对面林峰居然说出了这样的话之后 他非常的愤怒 然后对着旁边的一个小弟说道 现在赶紧的 给我把船开到林峰站的那个位置上面去 我到时候看看 这小子到底有什么自信 居然敢说出这样的话 居然敢诅咒我妹妹 该死的家伙 旁边的小弟立马就得到了命令一样 仿佛执行皇帝的命令 于是就开着自己的小船 朝着林峰那个方向过去 并且他对着手底下的人说道 一会儿 你们可以好好地教训一下 那艘船艇上面的人 把人给我打趴下 看到了自己的老大说 这样的话之后 那个混混的头 也都点了点头的说道 放心吧 老大 我们一定会打扁他 那个人的也不知道是谁 居然敢惹了我们的老大 混混听到了之后 急忙给对方一脚 大声地骂着 说道 你要说的老大 应该是咱们的陆家大少爷 咱们这群人都是来给他打工的 以后不准胡说了 知道了吗 那小混混站了起来 摸了摸自己的脑袋 点头的说道 是是是 老大 我以后知道了 不不 大哥 你是大哥 说完了这话之后 他们一群人就开着船 逐渐地逼近了林峰的船只 第1302章 逃命放狠话 林峰刚刚跟张雨昕两个人 吃掉一块蛋糕之后 就看到这样的一幕 林峰整个人的脸色 都变得非常的阴暗 仿佛身上自带着一种 让人害怕的气质 看到他这个模样之后 张雨昕也站了起来 对着他说道 怎么又有人找过来了呀 林峰 我们要不要现在先离开 毕竟咱们 跟他们一直这样斗下去 也没什么好处 可是林峰听到了 他说的话之后 摇了摇头地说道 咱们已经没什么好走的了 再这么放过他们的话 还不知道拍出了多少人 看来这个陆清清 真的是给脸不要脸啊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我就只能够 再给他们陆家老爷子打电话了 林峰说了这话之后 站了起来 从船舱里面 拿出了一根棒子 对付这些混混 虽然赤手空拳 也能够打得了他们 嗷嗷直叫 但是林峰还是习惯性的 拿了一个武器在手里面 张雨昕又被林峰 带回了房间里面 暂时的待着 因为外面的世界适合他 不到五分钟的时间 那个由远而近的船艇 就已经来到了林峰的面前 从下面下来了好几个人 他们每个人身上 都雕刻着纹身 看起来挺社会的 看到这些人之后 男生能够感觉得到 他们身上的气息 非常的社会 但是又跟之前那群 在餐厅里面 围着自己的人不同 想必一定是社会上面 已经有了非常丰富经验的一群人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找来的这些人 林峰站起来盯着他们说道 你们今天彻底的惹怒了我 所以你们要做好 被教训的代价 不只是你们 就连给你们下达这个命令的人 也要做出被惩罚的代价来 听到他说的话之后 眼前的这人哈哈大笑起来 丝毫没把林峰的话放在眼里面 并且还嘲讽地说道 你这小子 到底是谁给你的这样的勇气 敢说出这样的话来 林峰都已经懒得跟他们解释了 因为这样的人 一波又来了一波 对他来说实在是浪费时间 他当头就是一个棒子 打到对方的脑袋上面 直接把对方东的一声打掉了 然后跌进了船里面 看到这样的一幕之后 其他的人都傻眼了 没想到林峰的身手这么好 而且快速地就把人给干掉了 于是他们几个人同时就一起上 他们也不是傻子知道 林峰这家伙肯定是有点身手的 但是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 哪怕是全部的人一起上 都难以打得过林峰 不要说打得过了 就算是连林峰的衣服都没摸到 一个脚边就被拦住 砰砰砰的截棍子 直接给踹到了海里面去 林峰可不会管他们到底会不会死在这海水里面 因为今天他的心情非常的糟糕 他们死了的话 也是他们自己的人负责 更何况也绝对不会牵扯到自己的身上 救命啊救命 快来救救我们啊 本来还在自己的船上 只有一点距离的陆家大少爷 听到了这样的救命的声音之后 人都傻了 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妹妹 居然给自己的林峰信息这么不准确 这要是自己赶过去的话 那岂不是也跟对方有一样的下场吗 他摇了摇头 觉得不能够过去 于是就咳嗽了一声 然后对着旁边的另外一个头目说道 你过去把那几个人带回来 咱们先撤走吧 这家伙现在已经被咱们干扰的 没办法继续跟他的老婆约会了 也算是任务完成了 听他这么一说 之后这个头目 有些不敢肆意的看着陆家大少爷 没想到吧 堂堂陆家公子哥之人 也会有这么认怂的 一天以前 他还以为如果有陆家给他撑腰的话 那么他应该不会怕什么人 但是现在看来 好像林峰这家伙 的确是有点难对付 于是就只能点了点头 然后对着另外的几个兄弟们说道 你们一起跟着我去救人 说完了这话之后 他们几个人 全部都朝着海水那边靠近 林峰看到这些人 居然没有朝自己过来了 他反而有点不高兴 于是驾驶着自己的船 朝着他们靠近了 看到这样的一幕之后 原本想救人的那些混混们 一下子都傻了 正要把人救下来的时候 林峰突然就在距离他们非常近的 那只船艇上面 咚的一声 从他那边跳了过来 这中间可是隔了大约六七米啊 这家伙 居然就这么直直的跳过来了 这跳远选手都没太厉害吧 过来了之后 林峰的把自己手里面的那根棒子 再首先掂量了一下 然后对着他们说道 你们也看到了 你们的兄弟是什么样的下场 今天我很不高兴 所以你们谁先来 让我敲一棒子 不得不说 林峰的这句话实在是太嚣张了 哪怕是这里的所有混混们 也一时之间被林峰的气势给吓到了 但是没有任何人 会愿意主动的站出来 让林峰敲一棒子 除非他们脑子里有毛病 但是终究还是有一个人走了出来 对着林峰说道 你这家伙就算你打得过 我们又怎么样 别忘记了 我们身后的人是谁 我们背靠的可是陆家 而这次要我们出来教训你的人 正是陆家的大少爷 如果你得罪了我们的话 那你相当于就得罪了咱们的大少爷 你觉得你会有好果子吃吗 听到他们的问话之后 林峰切了一声 然后又采取一根棍子 砸掉了另外的一个人的脑袋 对着他们说道 我有没有好果子 吃不知道 但是你们肯定是没有好果子吃的 这一个接一个的 就跟萝卜头一样 林峰把他们给踢到了河里面去 之后又开着他们的这一艘船 直接朝着陆家大少爷 所在的那艘船开了过去 看到这样的情形之后 陆家大少爷哪里还不明白 这分明就是林峰一个人杀过来 想要报仇来的 所以他赶紧让自己开游艇的那个人 驾驶着游艇飞的似的溜了出去 而且一边跑孩 一边叫肖道 林峰那个家伙给我等着 等我回去之后 我一定会再叫人来教训你 我一定会报这个仇的 还有你欺负妹妹的事情 我也一定会记在你的头上 这种人最没劲了 一边逃命 一边还在放狠话 不过林峰并不在乎他说 什么样的话 是想要把他给追上 不过他开的这一艘游艇 速度好像并不是多快 而且 就算是配合上他非常牛的技术 也并不能够驾驭的超过对方 实在不行 林峰也就没办法了 但是他绝对不可能这么轻易的 就让这个陆家大少爷 平安无事的回去 身上不挂点彩 是不可能的 林峰拿着自己 手里面的那根棍子 一下子朝着对方的后脑 勺冬了一下 扔了过去 第1303章 小小的玩笑 砰的一声 就听到对方 哀悠的滑倒在地上 抱着自己的脑袋 他的后脑勺 居然都溢出了鲜血 看到这样的一幕之后 他慌忙的说道 你们还不赶紧的把我的船 开到岸边上去 我要去医院都流血了 你们没看到吗 听到他大声的叫嚣之后 所有的人都赶紧的 把船开往岸边 听到了里面发生的那些声音之后 林峰这才收起了手 然后把游艇 又开回到自己船的那边 这时候 他看到几个刚才打下海里面的混混 真想爬起来 而且都已经爬到了自己游艇那边 想要爬到船上面 林峰又一脚 把对方给踹到海里面去了 你们位于去吧 居然还想上老子的游艇 毕竟这游艇里面 可还有自己的老婆在里面待着呢 如果让这些人打扰的话 那就不好了 他把游艇开了回去之后 就对这个张雨昕说道 对不起 老婆 今天又让你失望了 不过咱们约会的时间 可以改日再约会 但是今天 我必须要去教训一下 这个路上的两个张扬 跋扈嚎嚣张的兄妹 不然的话 我咽不下这口气 要是其他的小事 林峰估计 也就不会在今天 这么重要的日子就整活 但是今天他跟张雨昕 两个人的美好心情 全部都被破坏掉了 这已经不是普通的小事情了 而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所以他已经准备好了 把自己的怒火发向陆家了 准备承受他的怒火吧 看着林峰一副 势不罢休的样子 张雨昕也明白 他肯定是动的真格 于是就叮嘱了一句的说道 去吧 因为林峰他们家在 整个江城可是第一大财团势力 也是遍布其他外省 所以林峰如果真的想动手的话 一定能够把刚才的那个路架 给直接灭了 所以他非常担心 林峰会不会这么夸张 不过林峰被他这么一提醒之后 心里面还真的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一想到之前 给自己打电话的 那个路架老爷子说的那些话 他还是犹豫了一下 对着张雨昕安慰的说道 老婆 你放心吧 我会有自己的主意的 你就先回家等着 我今天晚上会给你回来 做饭好吗 因为这只林峰做的饭实在是太好吃了 被张雨昕爱上他做的饭 所以林峰也跟张雨昕承诺过了 无论他出去多久的时间 回来之后都一定会给张雨昕做饭的 听到他这么一说之后 张雨昕脸上也扬起了一抹微笑 然后说道 好吧 那我就等你哦 两个人下了游艇之后 就开着车回去了 只不过 林峰把张雨昕送到了家里之后 又把车开到了另外的一个方向 也就是路架的那个方向去 他要找人算账了 到了那个地方之后 他把车一停 然后要是一甩就下车去寻找路家老爷子 当然了 这个时候的路家老爷子 也正在等候着林峰 他知道自己的孙女和孙子丹的这些事情之后 他去了直接把家里的东西都给砸了 现在正让路青青跪在了地上面忏悔 但是路青青不明白 不就是一个林峰吗 那个实力再怎么强大 也不必要 让他们这么担心吧 好歹也是整个江城的元老家族 但是很快 他就没办法这么想了 外面的保姆突然传来了一个声音 然后对着我家老爷子说道 老爷子 外面的一个年轻人 他说他是林峰 他是要来找你 听到了这话之后 路家老爷子立马就激动的站了起来 哆哆嗦嗦的拿着自己的那一根拐杖 然后又瞪了一眼 跪在地上面 不小心抬起头来 被他看到的路青青 愤怒的说道 你这个不叫孙女 还不赶紧的继续跪着 抬起头来干什么 这才让我再继续打你吗 听到了自己爷爷这么恐吓的声音之后 路青青也不得不跪着 好像这一次事情真的比较严重 因为他爷爷以前对他 哪怕是骂两句 绝对不会下这么重的手 但是今天就变得完全都不一样了 而且这个时候的路青青特别的害怕 到底林峰会对他的爷爷说什么话 于是他看着门口渐渐出现的影子 这时林峰他来到了路青青的面前之后 看到他跪在地上 也有没有半点认错的样子 林峰声音冷漠的说道 路老爷子 你就给我这样的一个交代吗 我要的是完完全全的 被你传染的惩罚一顿 而不是让他直接跪在地上面道歉就可以了 还没有等到路老爷子说什么话 反而跪在地上面的路青青 立马就非常愤怒地对着林峰说道 你是怎么回事 你居然要对我这样一个女人下手 你好意思吗 看得出来他还是挺有理的 听到了这话之后 林峰二是气得直接笑了出来 然后对着他呵呵地说道 看来你真的没有意识到 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 既然如此的话 那我想路将会为他做的事情 受到承担吧 听到了这话之后 路老爷子立马就慌忙地 对着林峰道歉地说道 还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我一定会好好的让这不孝孙女 他对您说的这一切 我都会让他传话回来 你看看 想让他怎么做 路青青跪在地上 没看到自己的爷爷 都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 他整个人都傻掉了 没想到林峰 居然真的有非常厉害的身份 否则的话 为什么会让自己爷爷这么恐惧呢 但是一想到林峰的身份 真的已经让他们动摇 都无法招架 他的心里面 觉得露出了一抹绝望 路家人肯定不会为了他一个人 愿意浪费掉 整个家族的所有势力 所以 那现在自己岂不是就要完蛋了吗 于是 他不可置信地 看着林峰眼睛里面流淌着泪水 但是却没有滴落下来 因为 他不相信林峰居然会这么狠心无情地 要惩罚自己 只不过是对他做了一个小小的玩笑而已 破坏了他 跟他老婆的约会罢了 为什么要对他这么很多啊 他眼睛里面流露出了委屈和不甘 望着林峰 第1304章 自作自受 看到这一幕之后 他的爷爷路老爷子 直接一拐杖打在他的背上面 并且对着他大声地吼骂着 你这个不孝孙女 居然如此地不知好歹 对林先生的事情 现在你难道还不知道 要认错吗 陆轻轻听到他爷爷说的话之后 也明白 他爷爷现在一定是站在了林峰的这一边 肯定不会帮自己的这个孙女 因为路老爷子 当然更加在乎的是整个家族的利益 所以 他也觉得没什么好怀疑的 于是点了点头地说道 好 既然爷爷你让我道歉的话 那我道歉就是了 他也明白 胳膊拧不过大腿 既然度假打不过林峰 那么 他除了道歉 还有什么用吗 看到他这个样子之后 露出了一抹不忍心 不管怎么样 这女人也没有做得太过分 仅仅是让他的哥哥来做到后面的那些事情 所以 他对于很多事情不知情 这件事情的 都是查得到的 当然也问得出来 所以他现在等待的更多的是陆轻轻的哥哥 来向自己道歉 否则的话 他会把所有的愤怒 全部都撒在陆家人的身上 当然了 这包括陆星河 林峰冷冷地望了他一眼 然后对着他说道 你别以为你年纪小 就可以随意地 想做什么做什么 你在你们陆家 的确是大小姐 可是在我的面前 确实是一个普通不能再普通的女人 以为这样子就能够破坏我跟我老婆之间的感情了吗 听到了这话之后 陆老爷子更是不敢相信的 看着自己的孙女 怎么可能呢 他的孙女居然会去破坏人家的感情 而且还是林先生 这人是什么来头 那可是整个江城里最大的企业的继承者 如果得罪了林峰的话 那么相当于以跟整个江城为敌 所以 这一下子都不用林峰说什么话了 他也直接半跪的下来 看到了这样的一幕之后 林峰这才眼神一动 然后把他给扶起来 然后对着他说道 老爷子 我也不跟你说那么多废话了 我今天也没想 真的把你们怒江全部的一窝端地 毕竟 这要是出了这么大的事情的话 那么一定会影响到整个江城的经济 我也没必要做到那么绝 当然了 我对你们是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你的那个孙子也该回来了吧 之前 他还开着几辆游艇 把我的那艘游艇给包围了 想要来个袭击 我觉得这个事情 应该跟他好好的算一算 听到了这话之后 陆老爷子连忙点头重重的谢恩 多谢林先生 如果不是林先生您手下留情的话 那么恐怕我们陆家的确是要经历一场浩劫 说完了之后 他又对着自己的孙女陆轻轻说道 你听到了没有 难道现在你还不知道错吗 赶紧给林先生认错 说完了这句话之后 陆轻轻眼泪哗哗地望着林峰 林峰皱了皱眉头 觉得自己虽然做得有点过分 但是这一切都是他自找的 如果不是因为 他自己要欺负到自己老婆的头上来的话 那么他也不会出手这么重 于是他皱了皱眉头地说道 好了 你和你的孙女赶紧起来吧 我这次只是为了惩罚你们 接下来这两个大少爷和公主 所以 当他们两个人犯的罪 我惩罚完了之后 我自然不会再找你们路上的其他的麻烦 听到了这话之后 陆轻轻的心里面非常忐忑 因为他知道林峰是特别讨厌自己的 因为自己今天做的那些事情 肯定是想要给他一定的教训 他现在最害怕的就是 林峰让他做更多难看的事情 因为他一向非常敬重非常害怕的爷爷 居然都能够逼林峰下跪 那么 他要自己去干点什么丢脸的事情 那不是随随便便的吗 他一直不敢开抬起头来 因为他害怕面临自己不敢见到的一切 陆老爷子对着林峰一副非常卑微的样子 说道 你放心 林先生 我现在就去把我那个不孝的孙子给带回来 他现在应该已经在路上了 一会就能够回到这里 到时候 你要怎么惩罚他 那都随您的便 说完了这话之后 他也是好好的看着林峰 林峰点了点头的说道 可以 你应该也明白 你的这个孙子得罪我可是非常严重 我所以 我没那么容易地放过他的 林峰也是把话说在前面 他能够跟陆轻轻计较 但是并不代表着 他能够同样可以非常大方的 不跟陆大少爷计较 否则的话 那他岂不是成了一个善良的圣人了吗 他可不要当这种人 所以 但是完了这话之后 陆老爷子虽然眼睛里抖了抖 但是他非常明白 要是想解决这件麻烦的事 陆家不付出这个代价 是不可能的 毕竟他的孙子也是自作自受 即便林峰真的把他怎么样 那也是他活该的 所以 他咬紧了牙齿 看了一眼陆轻轻心里面想的是 这两个不孝的孙子 还真的是尽会给他惹麻烦了 还好林峰能够看在自己的份上 不跟陆轻轻计较 或者说 是因为其他的一些原因 但是不跟他的孙子计较 那就不可能了 现在希望等他的孙子 陆大少爷回来了之后 能够给对方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过了一会儿之后 外面的管家传来了消息 说是陆大少爷 也就是陆星河要回来了 听到了这话之后 陆老爷子 一副愤怒的样子说道 还不赶紧把陆星河给我带进来 还等着干什么呢 就没有再做别的事情 这个过程当中 他作为陆家的掌舵人 可是非常的煎熬 所以当他听到自己的孙子回来的时候 他当时第一时间 想要让自己的孙子来给林峰认错 这样的话 会让林峰 看在自己是陆家长个人的份上 给自己一个面子 对陆星河惩罚的少一点点 果然看到陆星河进来了之后 陆老爷子就非常生气的 拿着自己的拐杖 啪的一下打在对方的腿上面 这一下子 可比刚才他打陆轻轻要重得多了 于是 对方还没有看清楚眼前的一切 就咚的一声跪了下来 他盯着自己眼前的这一个愤怒的爷爷 一下子就变得非常恐慌了起来 爷爷 您这是怎么了呀 怎么那么生气呀 说完这句话之后 他的眼神又突然看到了 旁边站着的林峰 并非常悠闲地盯着自己 他立马就吓得尖叫了起来 第1305章 赶紧把你哥带走 是你 你怎么会在我的家里面 你是不是害得我变成这个样子的 听到这句话之后 林峰非常无语地看了他一眼 然后对着他说道 看来你还不知道 你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如就让陆老爷子拿好好的告诉你吧 说完了这话之后 陆老爷子就看了他一眼 然后说道 你这个不孝孙子 你居然敢对林先生做出这种事情的 你难道不怕 因为你就让整个家族跟着你一起倒霉吗 说完了这话之后 陆星和一副不敢肆意的样子 看着自己的爷爷 然后重复了一遍地说 道了 爷爷 您说的是认真的吗 您说 因为我得罪了眼前的这个人 所以会害到我们陆家倒霉 哈哈 这怎么可能呢 这绝对不可能 爷爷您就别骗我们了 我知道 您这次觉得我用了那么多人去对付一个小子 非常的生气罢了 但是哪怕是林峰跟您是至交 用不着这么护着他吧 我可是你的亲孙子呀 说完了这句话之后 啪了一下 他的爷爷陆老爷子 再次用手里面的拐杖打了他一下 然后就对着他说道 你这臭小子 你是不是还敢降嘴 我能够就这么耐着性子跟你说话呢 要知道 林先生身份尊贵 可没那么多时间跟你你废话 赶紧的道歉 听到了这话之后 陆星和才反应过来原来 原来自己爷爷说的这一切都是真的 林峰对于他们家族来说 是真的是一个不能够随便招惹的人物 他整个人都傻了 然后眼巴巴的看着林峰 然后摇了摇头的说道 这怎么可能呢 这怎么可能呢 林峰 你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富家子弟吧 你有什么能耐跟我比 说了之后 他就像是疯了一样 然后又拉着自己的妹妹陆青青的手 说道 妹妹 你告诉我这家伙 是不是故意跟爷爷这么演戏的 欺骗我们兄妹两个人的 听到了他说这话之后 稍后觉得有些丢人的 说道 哥 你就认了吧 林峰的身份的确不是我们能够得罪的 说完了这话之后 陆老爷子又对着他说道 你怎么说话的 什么叫做林峰 能让你这么叫吗 应该叫林先生 听到他这么强调了之后 陆青和觉得自己真的完蛋了 刚才已经被林峰侥训了一顿 才到医院里面去把自己的伤口包上了 现在回来 不但没有得到自己的爷爷的关心 反而被他给狠狠地打了一顿 这就说明 林峰的确是他们两个兄妹 以至于整个陆家都得罪不起的人 不过 他现在还是属于一副非常猛逼的状态 他问着自己的爷爷 爷爷 咱们真的不能够得罪林峰吗 可是 他到底有什么 值得我们最大的 听他这么一说之后 对方又直接一个拐杖甩了过去 并且对着他说道 谁让你这么跟林先生说话的 还有从此以后 你们都叫林先生知道了没有 听到了这话之后 陆青和的脸色变得非常的不好看 但是他的妹妹陆青青 已经像是认了一样 乖乖地低着头点了点头 麻木地叫了一声 林先生 听得出来 他的声音里面充满了非常疏怨 而且非常怨恨的话 但是林峰并没有什么神情 反正已经得到了 他们两个人该有的惩罚 那林峰就心情舒服了一些 虽然说 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 但是陆青和的脸上 看起来是非常的不满意 他盯着林峰眼睛里面 所绽放出来的憎恨 还是能够显而易见的 不过 这一切林峰 都会直接交给陆老爷子来打理 这是最好不过的了 陆家老爷子 一定会给自己一个完美的答复 并且他觉得 以后都不会再看到这一对兄妹了 这时候 陆家老爷子 又对着自己的孙子 陆青和说道 看到没有林先生现在要走了 你去送一送他 我告诉你 你必须给我把他给乖乖的送走 否则的话 我将饶不了你 说完了这话之后 他就把一串车钥匙 交给了自己的孙子这辆车 可是他最近家族里面新买的车 全球也不超过十辆 本来还打算生日的时候 送给自己的孙子 做生日礼物呢 但是想了想 现在可能 应该不会有了 这辆车林峰其实也能买的 他还是一个大学生 也没有必要买来受罪 所以他懂得懂老爷子的意思是什么 不过他却非常无所谓的 挥了挥手的说道 行了 老爷子 你的一片好意 我也心领了 不过这东西 你就拿过去吧 对我来说完全用不着 说完了这话之后 对方也明白 他完全不是在跟自己开玩笑 是认真的 既然如此的话 那他就只能够把东西收回来了 于是笑眯眯的说道 那我再让司机送送你吧 既然豪车送不出去 那么总要送别人人情什么的 但是那时候摇了摇头 他明白 这一套是什么意思 但是他不需要 因为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该回去跟张雨昕两个人过二人世界了 所以 他没有这么多的事情留下来 跟这些人浪费 在这个时候 跪在地上面的陆星河 突然之间起来拦着林峰 不让他出去 一副非常恐惧的样子 对着他说道 你能不能够晚一点出去 我这个时候 不能够让你出去见到那些东西 听他这话说的 好像外面有什么鬼一样 不过这大白天的 能有什么呢 林峰有些无语的对着他说道 你不让我走 就不走吗 让开 听到了这话之后 还不等陆星河再说什么 他后面的爷爷就走了上来 直接一棒子敲到他的背上面 并且大声的呵斥的说道 你在干什么 刚才我不是说过了吗 让你不要拦着林先生 怎么现在你又不听话了 说完了这话之后 他回过头来看了一眼陆星河的妹妹 也就是陆青青 对着他说道 你还不赶紧把你哥带走 听到了这话之后 陆青青 好之后 觉得才反应的过来 然后对着自己的爷爷说道 好的 爷爷 我现在就去把我哥带回房间里面 你们继续忙你们的事情吧 陆青青从地上面站得起来 然后就拉着陆星河的手 就要往回走 但是陆星河死活都不愿意 仿佛外面真的有什么东西一样 第1306章 火眼金金 这倒是让林峰 还有所有其他的人都觉得很好奇了 这时候 陆老爷子对着他问道 你到底在外面带回什么东西来了 不能让人见到 现在陆家老爷子 已经被自己的这两个孙子 给折磨得无语了 所以哪怕是在遇到什么特别奇葩的事情 他觉得自己都能够接受了 在他说完了这话之后 他听到自己的孙子说道 爷爷 其实我刚才在外面叫了一个主播来采访我们 我就说我在这里清理一个一个人 所以他就在外面等着 我打算把人给叫出去了 然后再弄到网上呢 听到了他说的这话之后 在场的所有的人都明白了过来 原来刚才陆星河他想清理的那个人 不就是林峰吗 只不过翻车了而已 所以现在不但没有能够让林峰被他清理 反过来是 他在林峰人面前 抬都抬不起头来 如果这时候 林峰走出去了 那么 那么岂不是就直接让那么多在线观看的观众 给笑死了吗 所以他丢不起这个脸了 但是听到自己孙子居然做出了这么荒唐的事情 更丢不起脸的就是陆家老爷子 他恶狠狠的斥责的说道 你刚才怎么不早点说 你这个没用的家伙 居然拿林先生开玩笑 你的名誉丢了的话 那是小事 但是你能够让林先生的名誉 跟着你一起丢吗 居然还想要林先生去采访那些东西 赶紧的把外面的那个什么主播之类的 全部给我弄走 说完了这话之后 陆家老爷子也赶紧换了一副脸色 对着林峰一副陪笑的样子说道 林先生 你千万别跟我这孙子生气 他不值得你生气 林峰点了点头 他也没多生气 其实只不过有些无语 这家伙居然还专门请来了 有人看好戏 而且还这个主播 那是不是就是整个国家的那么多网友 在线看好戏吗 真的是也算是自作自受了吧 不过林峰觉得 既然对方自作自受的话 那么也应该把这件事情进行到底 于是他有些坏笑的说到卖 既然您的孙子 已经把这事弄出来了 那不如就让他陪着我一起出去 并且对我展现出 你刚才教给他的底数吧 说完了这话之后 陆星和瞪大了双眼 不敢置信地看着林峰 这实在是太损了吧 本来他刚才都已经实话实说了 自己绝对不能够出去 不然的话 就是让别人看笑话 毕竟明明是他做东架 但是结果却被成为了阶下球 但是现在林峰哪里管得了 他那么多呢 一副威胁的样子 光是眯着眼睛 就能够让他感觉到了一股害怕 整个陆家都不敢惹他 更不要说他一个大少爷了 所以他缩了缩肩膀 实在是无可奈何的 接下来这个任务他说道 那好吧 林先生 我跟你一起出去 说完了这话之后 林峰觉得有些好笑的瞧了他一眼 旁边的陆青青看到自己的哥哥 林峰这么折磨 有些不忍心 毕竟他哥哥也是因为自己 所以才得罪了林峰 虽然说他哥哥也确实做得有点过分 但是这一切都是因为林峰才变成这样的 整个陆家本来就没出什么事情 偏偏林峰一旦出现之后 就让他觉得天崩地裂 早知道他就不喜欢这个家伙了 直到这一刻 陆青青才反应过来 原来自己之前是因为吃醋 在他看到男生的时候 就觉得这么帅气 而且又有才华的男人 为什么不能够属于自己呢 虽然对方有老婆了 可是他还是想要 进入到对方的生活里面去 但是现在他受到了报应 所以接下来将会迎接非常尴尬的一幕 林峰倒是十分的期待 就是陆青和他 自己觉得没脸出去了 不过他的爷爷都已经下了命令 让自己必须要送林峰离开他 如果不去的话 那怕是今天要被他爷爷 让人给把腿打断 所以他一步一步的 跟在了林峰的后面 想要挡一下 但是看到他这么做之后 林峰对着他说道 你不是要送我吗 那么你作为主人 应该走到前面吧 怎么能够让我这个客人 走在前面呢 说完了这话之后 陆青和咬紧了牙齿就知道 林峰分明就是故意的 可是他能说什么 他能反对吗 当然不能够 如果他一旦反对的话 那么第一个解决 他的就会是自己的爷爷 这也不能够 说他的爷爷胳膊肘向外拐 那是因为林峰实在是太强大了 如果早知道 林峰有这么强大的势力的话 那么他打死 都不会帮他妹妹 去跟林峰算账 可是这个世界上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话 就连他妹妹 自己也是后知后觉才明白 那就是一个 他们得罪不起的人 不过现在这一切都没有用了 出去了之后 林峰果然看到 在这一栋大别墅的庭院外面 门前有一个 穿着亮丽的主播 举着一个手机正在直播 看起来 他们已经等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了 只不过林峰眯了眯眼睛 感觉这人好像长得有点熟悉 于是他走上去一看 然后就有些无语的扯了扯嘴角 因为这人不认识之前 在饭店里面采访过自己跟他的老婆 张雨琪两个人秀恩爱的网红主播 周姐吗 怎么突然出现在这个地方的林峰 走上去的时候 就已经被对方认出来了 毕竟林峰这一身穿着 以及他的气质 很难让周姐忘记 更何况 今天他们才见过面 所以周姐觉得非常的兴奋 走了过来对着林峰说道 没想到你居然在这里啊 他家大少爷也就是陆星河 忍不住的把话筒举到他们的面前 然后对着他问道 请问你身边的这位小哥哥 他是你的好朋友吗 听到了他说的话之后 陆星河真的是非常的尴尬 然后又回过头来看着 林峰似乎在请求 能不能够让自己说 林峰是自己的朋友 但是林峰看了他一眼之后 就摇了摇头 分明就是不愿意 跟他沾上任何的关系 他想做自己的朋友 那还差得远 所以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之后 陆星河这整个人 就真的无语了 但是作为主播的周姐 怎么可能看不出这人之间的互动 以及不正常的 于是他也把话题转移到林峰的身上 而且他也觉得 转移到林峰的身上 自己觉得十分开心 本来在整个社会上面 能够遇到林峰这样的 优质男的机会就不多 这一次遇到了 当然要再一次好好地采访了 当然了 林峰可没有这么多的时间 跟他在这里浪费 不管是对于陆家 还是对于这个主播 他都没有什么心情 于是他就说道 我直接说吧 我就是他这位陆家大少说的 要教训的那个人 只可惜最后却被反将了一军 所以你们现在没有什么疑问的吧 林峰直接把最终的答案 告诉了眼前的周姐之后 对方就露出了非常惊讶的表情来 原来之前陆家大少爷说的 要教训的那个混蛋 就是林峰啊 第1307章 跟条狗一样 如果早知道这么精彩的话 那么他刚才就应该请求着 一起进入到房间里面 这样的话就能够看得到整个过程了 因为他现在看得出来 跟在林峰身边的陆家大少 简直跟条狗一样 什么话都不敢说 明明一副非常委屈 但是又不敢开口的样子 实在是让人能够想象出很多场景来 大家都在这里时刻觉得 林峰实在是太牛了 弹幕里面各种刷着666的话 所以林峰自己也没关系 其实他接下来的问题 他根本就不会管 这会不会让自己身边的这个 从小含着金汤池长大的陆家大少 有什么尴尬 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呢 毕竟这都是对方应该遭受的一切待遇 但是对方还不敢跟他坑办学生 因为一旦他该反抗的话 那么迎接他的下场 就会是无比的可怕 陆家大少只能够咬着牙齿 对着这位主播说道 那现在你们可以停播了吗 我们要开车 送林先生离开了 听到了这话之后 周姐才不舍得这么早就离开了他 可是刚才上午采访林峰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采访出了林峰的其他身份 现在听说他姓林 于是就非常高兴的说道 不知道这位林先生 能不能够给我们再说一下 有关你们的其他的事情 我们都非常的好奇 林峰看了他一眼 然后摇了摇头 一副无可奉告的样子 对着他说道 不好意思 这都是我自己的私人事情 而且今天早上采访的时候 我好像跟你说过了吧 今天是我跟我老婆的纪念日 今天是 要不是因为我旁边的这位陆家 大少做了一些事情 我可能现在还跟我老婆在一起了 所以现在我的时间非常的宝贵 哪怕是你给我一个小时一万块 我都不会参加你们的采访 听到了这话之后 眼前的周姐露出了有些尴尬的表情来 也就只有像林峰这种年轻有为 长相帅气 又宠自己老婆的好男人 才能够说出这样的话了 直播间里面的这些观众们 再次尖叫了起来 特别是刚才因为林峰颜值 而关注他的女生们 觉得林峰这个人长得又帅 又那么宠自己老婆 实在是所有女生心目当中的 梦中男神啊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没想到 之前咱们偶然间采访的这个小哥哥 真的是一个隐形富豪啊 而且他居然还在上学 为什么同样身为大学生 我就不如他呢 楼上的我也是 虽然同位大学生 但是我连他的万分之一都不如 而且你们不好奇吗 现在只是揭露出他的财力方面 就已经让大家这么激动了 如果他再有一些其他的消息 被我们发现的话 会不会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到时候咱们的这位小哥哥 到时就会比那些明星 还要更火了 这话说的的确不错 因为他们关注林峰 完全不是任何的营销 更不可能会是主播的安排 因为以主播这样的身份 才绝对没这个资格 认识得上林峰这样身份等级的人 所以这一切只能说他们运气好 并且他们这一个直播间的观众们 运气也非常好 要不然的话 也不会有幸的看到这样的一面 大家对林峰都非常喜欢 还想要让周姐继续采访下去 只不过周姐自己也想这么做 但是林峰是不会允许的 那属于看起来就非常的反感 这种网上的曝光鱼 是他就对着林峰 很是勉强的说道 我知道 小哥哥 你现在一定不希望 我再耽误你更多的时间 不过 我们可以问最后几个问题吗 保证在五分钟 哦不三分钟之内 就让您回答完 林峰看着这家伙 一直对自己充满好感的样子 他也知道 如果不答应对方的话 那肯定就会在一直纠缠着自己 而且林峰觉得 自己是不是出门不利啊 居然一天之中 两次都能遇到这个主播 当然了 林峰并不知道 眼前这个主播周姐 那可是 最近主播界非常火的一个主播 要是普通人一天当中 遇到两次 这主播肯定都乐得笑开花了 这可是多少人的女神啊 但是在林峰的眼里面 对方只成了一个 纠缠不休的凡人精 所以 他这个样子 倒还真的让对方 更加的对他感兴趣了 毕竟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嘛 但是有些无语的看了他一眼 然后说道 好吧 那就最后再给你三分钟的时间 从现在开始 林峰也仅仅是 不想要让自己身旁的这个陆大少好过 所以才答应的这一场采访 并没有什么别的意思 毕竟他的心里 也只有张雨昕一个人 对其他的女人 自然是看不上眼的 所以 当他说完了这话之后 对方就积极地采访了起来 问着他问题 您刚才虽然透露出 您的财力 以及您的身份地位 都非常的高贵 是我们这些普通人 遥不可及的一个阶层 但是我们非常好奇的一方面 那就是 你跟陆大少 究竟是什么关系 为何他跟着你 就像个小跟班一样 这话可以说是完全都给陆大少爷留面子了 毕竟人家好歹 也算是整个江城里面 数一数二 能够拿得出牌面的大少爷 不过此时的陆大少 在周姐的眼里算个什么 连给凌峰提鞋都不配 他这么说 已经算得是很给面子了 当他说了这话之后 果然 就看到陆大少的脸色 变得非常的难看 他已经快要受不了了 想要离开可是又不行 因为他爷爷可是吩咐了 必须要让凌峰满意地离开他们 陆家为止 否则的话 他就不用再回去了 这个任务不完成 他也的确是不可能得到自己爷爷的原谅 那么他们整个陆家就完蛋了 所以 现在凌峰的态度非常的重要 当他看着凌峰 把眼神移到自己的脸上的时候 他就知道 应该没什么好事 果然这会儿 凌峰对着他说道 你难道不需要大家介绍一下我的身份吗 听到了这句话之后 周姐又赶紧得到了方向 把手机的焦点 移到了陆大少的脸上来 陆大少整个人都变得非常的生气 然后跟着周姐说道 我没有什么想说的 他就是我们陆家一个 这谁也得罪不起的人 按照我爷爷的话来说 他就是我们陆家顶上的那层 天天要是他了 我们陆家也就活不了了 这话一说出来 轰的一声就像是一颗炸弹一样 在整个直播间里面 都把所有的人给吓到了 不会吧 不会吧 居然真的这么厉害 这背景说出来 恐怕是要吓死人了 这有什么假的 没听到陆大少都已经这么说了吗 他可是整个陆家的大少爷 而且他说的话从来都不是假的 而且他也没有必要 在这么多人的面前说假话 可越是因为这个样子 就越是让大家好奇 然后其他时候 究竟是什么身份 就是那个这样一个陆家 因为他而变得这么疯狂起来 这如果不是什么 绝对厉害的身份的话 怎么可能会让陆家的大少爷 说出难处 就是他们陆家的天这种话呢 这实在是太牛了 第1308章 灰溜溜的溜了 此时此刻 周杰的眼睛已经变得非常的红了 因为他是激动的红了眼 他没想到 自己居然采访了这么一条大鹅 如果是以前的话 那他肯定不会对一个 一副一脸不想搭理自己的人 一直这么纠缠的采访下去 并且他也是有身份的人 可是没想到 随随便便的 居然就能采访到 像林峰这种身份 实力长相 全部都超过99.99%的人 这简直是他这辈子最大的幸运了 能够采访到这种人 那他这个直播间 今天的礼物 不是要刷上天 果然他看了一眼直播间的屏幕 他就看到了 自己的直播间里面 火箭一直在上面飘着 就一直没有停过来 基本上就刷了几百条火箭吧 而且还在继续着 这个月他居然要月入百万了 天哪 这简直是比之前 自己干的那几个月的钱还要多 这让他觉得 自己找到了政权的源头 于是他继续把视线 对着的林峰又说道 既然陆大少不愿意 说出你们之间的故事 那你能不能够再说一下呢 林峰看了他一眼 然后一副非常无语的样子说道 你可是答应过我的 不会超过三分钟的时间 现在只剩下半分钟了 你确定要回答这个问题吗 没想到 刚才居然被林峰这么水过去了 所以现在听到 有只剩半分钟的时间了 而且 现在林峰说完了之后 就只剩下了几十秒的时间了 现在让周姐觉得 极为争分夺秒 于是 他赶紧把最后的一个问题 问了出来 那不知道像您这样的人 如果面临分手的话 会对什么样的女生感兴趣 也就是说 您找女朋友的下线是什么 虽然说这个问题 有点很不礼貌 而且问人家分手 这种话题不太好 更何况 人家还没分手呢 不得不说 周姐这个问题是 真的作死 现在都已经让整个直播间 跟着软抱了起来 大家都觉得 她实在是太疯狂了 这种话 居然也能够说得出口 666 不愧是周姐 居然这样的话 能够问得出口 我可是今天早上 就开始在看你的直播了 我可是知道 这家伙 人家身价上亿别说 而且 人家的女朋友是身价上亿 你居然问人家 什么时候分手 你真的是想遭到 社会的毒打吧 很多人都觉得 这一次周姐的玩笑 真的是开得太过了 因为为这样的一个 惹不起的人物 这种非常敏感的话题 实在是会让人家生气不说 而且 有可能还会对她报复 毕竟周姐 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主播 难道不是把自己往火坑里面扔吗 但是林峰的眼神 只是变得有些烦躁 并没有做出什么说 是要对付主播的举动 毕竟 她不是一个喜欢利用自己的权利 随随便便的 剥夺别人人生权利的自私的人 所以 她只觉得 这个主播问的问题 实在是太无语了 她很不耐烦地说道 那你可能就要失望了 我跟我老婆这辈子都不可能分开 而且 我们两个人毕业之后 就会直接结婚 现在你满意了吗 说了这话之后 周姐点了点头 看了一眼直播间 刷的那些火箭 她的嘴角勾起了一丝丝弧度 她怎么可能会那么蠢 随便的问一个人 这种要被打死的卷走的问题呢 当然是因为她知道 眼前的这个人 是绝对不会对自己动手的 她从观察林峰之后 就能够感觉得到对方 肯定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人 如果她把同样的问题 放在了陆大少的身上的话 那么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 但是男生为什么会不同 那还不是因为 林峰对女人不说舔狗 但是确实有着非常大的尊重 她办事之前 在那个餐厅里面 陆轻轻做的那些事情来说 都并没有说 把她直接给打一巴掌 或者说 把她同样的让人 去教训她 给她打一顿 只是让陆家的人 好好地教训 这一个不知好歹的 泼辣千金小姐 但是 如果这一幕 被直觉的周姐看到了的话 那么 她一定不会这么轻易地放过林峰 这样的一个采访话题 会追上去 再次不停地追问 可是 现在已经晚了 所以她能够问到 这些问题 非常的满意 于是 她给林峰鞠了一躬的时候 多谢你 小哥哥 今天能够采访到你 真的是我主播这一行业以来 最大的一次幸运了 耽误了你一点时间 还是你不要怪罪 不得不说 最后她这一个仪式感还是有的 但是林峰只是非常平白无故地 盯了她一眼 之后就点了点头 直接走掉了 没再多说什么 倒是旁边的陆大少 直接松了一口气 她心里面 想的是 幸好刚才这个主播 给自己挡了一枪 否则的话 要被林峰拖出来继续鞭尸 那可就不好了 于是 她就赶紧跟了上去 从前面传出了一句话说道 你是不是有点侥幸 刚才我并没有让你在那个主播的面前 继续让你丢人 听到了这话之后 她整个人都不好了 原来自己心里面在想什么 难处并不是不知情 于是她呵呵地笑了一声 有些尴尬地说道 林先生 您要是想教训我的话 那你还用专门让我在一个小主播的面前没面子 肯定有别的手段 所以 你不想那么麻烦 也是很正常的 她本来是这么随手一猜 然后再另外夸了一下林峰 但是没想到 林峰还真的点了点头的说道 不错 要不是因为我现在想要回家的话 那么我真的可以再浪费点时间 跟那个小主播说两句话 顺便把你也带到她的面前来 继续采访 会让你在整个江城 都没有脸面再待下去 听到了林峰说的这话之后 陆大少差点都要跪下了 她本来就知道 林峰对自己意见非常大 但是没想到 居然已经大到了这样的程度 让自己不在整个江城待下去 这是多大的仇 多大的怨 她在犹豫 要不要给林峰再次跪下呢 因为反正刚才在家里面的时候 都已经给林峰跪过一次了 这一次算不了什么 但是林峰却转过身来 对着她说 行了 你不用再送了 看到你就烦 你可以回去了 大概是知道 她要做什么事情 林峰也没让她这么做 毕竟刚才在那么多人的面前 都没有让她跪下 那现在跪下的话 有什么意思呢 听到了这话之后的陆大少 更加的欲哭无泪了 如果真的看到自己觉得很烦的话 那么 为什么还让自己在这一路上 跟了那么久的时间呢 这不是故意的吗 于是 她只能够灰溜溜的溜了 但是还是对林峰说道 多谢您林先生 多谢您可以饶我一命 我还有整个陆家都表示感谢您 说完了这话之后 她是真的离开了 她也知道自己的身份 得罪不起林峰 得罪了 那也没有命活下来 既然如此的话 那么为什么不好好的活着呢 第1309章 厉害的人物 林峰看着她离开了之后 这才松了一口气的摇了摇头 要真的让她再继续浪费时间 在这几个没用的人的身上的话 她真的是舍不得浪费时间 所以才把陆大少给放走了 要不然的话 她肯定还要好好地折磨一顿 这家伙实在是太过分了 居然还为了自己的妹妹 把她跟张雨昕的时间浪费了那么多 但是现在已经到傍晚了 如果再晚点回去的话 估计张雨昕要饿肚子了 谁叫小家伙又不喜欢做饭 除了等她回去做饭 还能吃什么呢 所以林峰立马坐上了自己的爱车 然后开着车回去了 但是她万万没想到的是 原本已经对她认了错服了软的陆大少 在回去的路上 遇到了另外的一个人 而且这个人是自己的死对头 看到一副郁郁寡欢样子的陆大少 作为原来林峰的对手 张开天他走了过来对着他说道 你是不是特别地讨厌林峰这家伙 如果是的话 那么我有个办法 能够让你对付得了他 也可以报仇 听到这话之后 他眼神一看 居然就是消射好几天的张开天 但是身为一个顽固少爷 陆大少可不知道眼前的这个人 到底是什么身份 于是他有些不太高兴地说道 关你什么事 那少爷的事情 你最好少打听 而且你是什么人 怎么会出现在陆家的地盘上面 在他看来 出现在这个地方的人 多多少少都是有一些心怀不轨的 然后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 你那么在乎我的身份是什么 干什么呢 我们两个人都是想要对付林峰的人 这就够了 只要我们两个人能够联合起来 那林峰还不乖乖地被我们收拾吗 但是刚才才被收拾了一顿的陆大少 觉得自己脸上火辣辣的疼 这种被打脸的滋味 实在是太让他觉得一身难安 所以他想都不用想 就直接拒绝了张开天说的话 你自己想要去 那你自己去就好了 可别拉上我 更何况这人看着 虽然身份肯定不一般 但是是不是一个傻子就不好说了 他是不可能这么容易的 就上了对方的 当看到他以后不情愿的模样之后 张开天又对着他说道 这你就不对了 你不就是害怕 自己陆家会跟着受连累吗 这好办呢 我有一个办法的 会让你不跟陆家有任何的关系 你哪怕做了任何的事情 不但被林峰知道了之后 不会连累林家 而且还会感谢陆家 听到了这话之后 他的眼里面就流露出了一抹好奇 因为张开天说的这话 倒真的是闻所未闻 如果他总觉得 这里面肯定是有阴谋的 于是就摇了摇头的说道 你有这么好的计划 为什么不选择你信任的人去做呢 而选择我这么一个 没有什么实际权力的大少爷 这好像不合常理吧 虽然他是个顽固子弟 但是不代表着他是一个蠢货 所以该知道一点 什么不该知道的什么 他都明白 对方想要利用自己 那还早着呢 要不然的话 光凭他陆家少爷的身份 岂不是早就被身边的 那群有别的想法的狐烹狗 也有给利用了 把自己的家都给败完了吗 所以他说了这话之后 也倒是让自己对面的张开天 流露出了一抹惊讶的表情来 他哈哈一笑 然后拍了拍对方的肩膀说道 何必这么计较呢 的确 他现在 想找一个心里面对 林峰有着全部的恨意的人来说 还是挺难的 所以 这也是为什么张开天 会找上陆大少的原因 这个人跟自己以前一模一样 都对林峰充满了憎恨 如果能够达到 利用的话 自然是再好不过了 但是对方好像不太情愿的样子 他也没办法 不过他总得要试一试才行 听到他说的话之后 陆大少再一次脸色严肃地拒绝了说道 这里是东陆家的地盘 如果你在这么纠缠的话 那么我就会让人把你赶走 所以 他们会不会把你叫到第三方去 那就不关我的事了 所以 无论你是多么牛的身份 你都给我夺远点 别惹本少爷 说完了这会之后 他就直接走掉了 站在后面 一脸冷着脸的张开天 也是非常的不甘心 没想到居然是个耸货 本来以为这个大少爷 多多少少的 还会有一点点的骨气 可是没想到 什么都不是吗 既然如此的话 那他就只能换一个人合作了 正当他走上了自己车子的时候 他进去点了一包烟 然后狠狠地抽了一口 最近这一段时间 他总是睡不好觉 一是因为自己的父亲 也就是之前的那个老博士 虽然辞职了 但是他的秘书 却把一个非常错误的消息 带回了自己 那就是 他的老博士父亲 不愿意回到自己的身边 宁愿待在男生那边 也不愿意接受他这个儿子 这就让他觉得 自己是非常失败的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那就是 因为他对林峰的报复 迟迟没有得到具体的计划施展 所以 当他物色人选的时候 自然而然就听说了 今天陆架 倒霉的这件事情 关键是 他找了这样的一个人之后 对方居然一点面子 都不给不说 而且还拒绝得非常的彻底 这让他真的是有一种 前所未有的怒火产生 因为平常 哪怕是他谈判生意方面的事情 那么绝对都是 一旦他自己亲自出马 那是稳稳地能够谈得下来的 偏偏找到了一个 跟自己以前一模一样 对林峰有偏见的人 居然就不理会自己 这让他的自信受到了非常大的打击 而就在这个时候 他抽完了一口烟 正打算把车窗打开 然后透气的时候 外面突然来了一个影子 而且看得出来 好像是一个女人的影子 这个时候 从陆家的地盘到这里 应该也不远 所以 这家伙肯定是跟陆家有关的人 于是 张开天的眼里面 露出了一抹好意 他对着对方微微一笑地说道 这位小姐 你跟陆家有什么关联吗 本来出来散布的陆青青 刚刚想要让管家 把车开出来 带自己下山的 结果听到了后面张开天的话 他转过头 再看着眼前的这一个人 然后说道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在这个地方 难道是有什么事 需要跟陆线的人联系吗 如果有的话 那么你就进去吧 趁着门口的那几个人 还在还能给你通风报信吗 看得出来 陆青青现在非常的暴躁 但是他也看得出来 眼前的这个人 应该不是一个普通的人的身份 大概也是什么商业上面的厉害人物 所以 他才多给了对方说了几句话 否则话他理都不会理 毕竟刚才林峰给他打击 实在是太大了 现在他都还没缓过神来 第1310章 不是空穴来风 这位小姐 不如聊一聊吧 现在有人主动的问他问题 并且想要跟他聊天 他自然是不会把对方放在眼里面 并且还出言讽刺的说道 关你什么事情 你要是没什么事情的话 那我先走了 看着他要离开的样子 这时候张开天的眼睛里面 总算是流露出了一抹恍然大悟的神色 因为他已经知道了 对方到底是什么人物了 如果他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是在去年的一次宴会上面 看到过这个女人 她应该就是这个陆家的大小姐 刚才走了一位陆家大哨 现在又来了一位大小姐 还真的是运气好的不得了啊 她呵呵一笑 然后从车上面下来 对着对方说道 原来是陆家的大小姐 不知道在下能否有幸 请大小姐您吃一个饭呢 说完这话之后 她的脸上流露出了一抹好好的笑容 毕竟对待女人 她一向都是有一套的 就比如说 她的公司里面的那个秘书 Lisa 当然了 把对方弄到手之后 就自然是变了另外的一副嘴脸 不过现在没关系 她要利用的人 正是眼前的这个大小姐 所以她说出了这话之后 对方的眼睛里面 流露出了一抹怀疑 然后问着她说道 你认识我 那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听到对方的说话 张开天哈哈一笑的说道 大小姐 您贵人多忘事也很正常 只不过我记得就好了 你现在认识 我也不晚啊 只是可惜的是 陆轻轻听到她说的话 流露出了一抹诧异 然后说道 你说错了 我对你并没有任何的兴趣 而且 我实话告诉你吧 你在我们这家的附近 一直停留的话 一会儿就会有我们的人来赶你走 如果你不证明你的身份 然后又继续留在这里的话 估计你是 最终会被人扫地出门的 所以 没什么事情的话 我不想再跟你废话了 听到她说的话之后 张开天冲上去 然后把她的手一把拉住 对着她说道 别这样了 大小姐 我都好心的跟你说了这么多好听的话了 你怎么还是不肯 给我一个机会 你得让我把话说完了之后 再决定走不走吧 陆轻轻剧烈的挣扎了起来 你想干什么 赶紧给我放开手 这里可是有监控的 你要是再这样无理的话 那么我就喊人了 她可是大小姐 没想到居然会被一个男人 这么粗鲁地拉住了自己的手 当然一个巴掌就直接甩了过去 刚好却被对方给一手握住了 并且有些坏坏地笑着说道 我说大小姐 你也没必要这么排斥我吧 虽然说我跟林峰两个人比较起来的话 我确实是略训她一筹 可是在你的眼前 难道我就一点吸引力都没有吗 本来陆轻轻还是不愿意她的 但是听到她说 居然认识林峰 她整个人就变得不一样了起来 然后对着她说道 怎么回事 你居然认识林峰 你告诉我 她跟你是什么关系 听到她说这样的话之后 张开天的表情变得非常的不高兴了 不过还是告诉了她 然后说道 没什么关系 我跟他们只不过是竞争对手 所以刚才我想说的是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可以帮你得到她 并且你也能够得到我想得到的一切 听她这么说之后 陆轻轻倒是有些糊涂了 她不明白 为什么作为林峰的竞争对手 要来帮自己 而且她不明白 为什么对方会在这个地方堵着她 于是说道 你别想利用我为你做事情 虽然说林峰她的确惹了我 并且我也对她有点意思 但是我不是一个傻子 不会上你的当的 她说完了就要走 但是这时候 从她的背后面 张开天对着她的声音 如同魔鬼一般的传过来 你真的这么心甘情愿地看着林峰 就一直掌握在另外一个女人的手里面吗 如果你能够得到她的话 那么自然你就能够说服她 将好处给我 所以我们两个人只算是上银帮 我得到她的财富 这难道不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吗 说了这话之后 陆轻轻的眼睛里面 总算是燃烧出了一抹不一样的光彩 然后她朝着小张开天走了过来 然后说道 你的这个建议 的确是能够勾起我的想法 不过 你得告诉我 具体应该怎么行动 听到她果然上到了之后 张开天的眼里面 才流露出了一抹兴奋 不过她对助路轻轻说道 在这之前 你必须要答应我一件事情 那就是你 必须要按照我说的一切去做 不能够怀疑我的决定 因为我在帮助你 同时也必须要满足我自己 不被林峰发现 如果一旦透露出了 我们两个人合作的这件事情的话 那么相信 整个路架 不会有任何人保得了你 这话说了之后 也能够在路轻轻的心里面 有了单独的理解 她明白对方说的意思 就是说 如果让别人知道了 自己干的这些蠢事的话 那肯定会引起 自己家族里面的惩罚 而且说不好 还会把她拉出去 直接给林峰赔罪 因为今天发生的事情 足以证明 这一切并不是空穴来风 所以她答应对方之后 对方点了点头的说道 好了 现在给你看的这一切 你就记住吧 这个地方 就是林峰家里面的位置 然后还有这几个俱乐部 是林峰他们喜欢去的地方 你呢 要熟悉这几个地方 才能够跟她进行偶遇 知道了吗 看着张开天 把几张拍摄好的照片 发给自己看的时候 路轻轻的脸上 流露出了一抹惊讶 她没想到林峰去的地方 根本就没有多少个 大部分都是在陪着自己的老婆 也就是她家里的附近的位置 如果她想要一天到晚的多个 能够跟林峰见到的话 那么自然是要把加班 到林峰那边去 不过林峰可是买的别墅 这怎么过得去呢 更何况林峰她还是个大学生 虽然她也是 但是她只是把自己的名字 挂在那边而已 所以在研究林峰这方面 她还是有了一定的认知了 于是她跟张开天 两个人约定好了 等到今天晚上回去之后 她把这件事情给瞒住 然后明天一早 就自己再去找张开天 这件事情刻不容缓 她必须要让林峰明白 自己也不会就这么放弃的 当然了 如果林峰知道 今天对陆轻轻的打击 根本就不足以让她完全的死心 反而还如同死而复将的虫子一样 再次向自己报复的话 那么她一定会更加严重地打击对方 只不过这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第1311章 非常恐怖的秘密 看着已经有些接近疯狂的陆轻轻 张开天脸上 又露出了一丝丝耐人寻味的表情 对着她说道 陆大小姐 只要你跟我合作 保证你一定能够得到林峰 她身边的那个女人 咱们除掉她就是了 张雨夕的家庭 跟林峰比起来可差远了 所以 她说的这一切 也就直接的让陆轻轻选择了相信她 毕竟陆轻轻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除了相信 以外就没有别的办法 能够对付林峰了 这次张开天也算在心里面高兴的 虽然刚才对那个陆大少 并没有忽悠成功 但是对这个陆大小姐 能够忽悠成功还是挺激动的 所以 在开车离开了之后 开始把一些关于林峰的消息 全部都用手机发送给了陆轻轻 让陆轻轻自己去了解林峰 毕竟她现在要对付的 可是林峰跟自己联手之后 一个从商业上对付林峰 另外一个从生活感觉上对付林峰 他们就不相信 二人联手之后 还不能够拿下林峰 让林峰知道他们的厉害 而在另外一边 林峰回到了家里面之后 就看到张雨西池人 在沙发上面睡着了 因为 她从陆家那边开车过来 也要一个多小时 毕竟这里到另外一边 那可是山顶上了 要知道 一般大富人家的地方 都是住在山顶的 象征着有钱 所以 林峰从阴山路开下来之后 到达了自己家里 的确是花了不少时间 不过 把张雨西给叫醒 只是轻轻的 给张雨西的身上 盖上了一件衣服 然后就让她继续睡觉了 自己进入到厨房里面 开始做两碗面 过了一会儿之后 张雨西竟然在睡梦当中 闻到了一股 非常香的饭菜的味道 而且 这味道非常的熟悉 那就是 林峰她做的菜的味道 但是她又嗅了下鼻子 立马转到另外一边去睡觉了 不可能的 林峰这家伙 已经出去很久一段时间了 估计今天晚上什么时候 能回来说不定了 她这一定是因为做梦 所以 变得越来越浓郁了 她迷迷糊糊的睁开眼睛一看 原来林峰居然端着那一碗面 就在自己面前蹲着 看到她醒过来之后 林峰发出了一丝笑容 听到她这么一笑自己之后 张雨西有些不高兴的 用小拳拳捶了她一下 然后对着她说道 你居然敢这样逗我 这是太过分了 说完了这话之后 林峰又把面给她放在了桌子上面 然后抱了抱她的说道 还不是因为 你刚才说的太熟了 而我又不想把你吵醒 所以才给你端来了这碗面 但是又没办法把你叫醒 只能让你自己闻着香味醒过来了 难道对你还不够好吗 听着林峰的狡辩声音之后 她哼了一声 不过嗅了嗅鼻子之后 她就真的是挺想吃这个面的 于是就说道 好吧 看到你给我做的这碗面份上 我就不跟你计较了 把筷子拿来 我要吃饭了 林峰宠溺的看了她一眼 然后就把筷子递给了她 看着张雨西 小口一小口的搓着面 林峰也把另外的一碗面端了出来 自己也跟着吃了起来 两个人就这么在灯光下面 一人一碗面的吃着 并不是什么豪华大餐 但是有个人却吃得非常的高兴 因为今天是他们的好日子 再加上 这个面是林峰自己做出来的 所以张雨西怎么的 也要给林峰面子 把这碗面给吃光 等到她吃得差不多的时候 林峰把碗放下 然后对着她说道 今天经历的事情有点多 不如一会儿好好地洗个澡 敷个面膜就睡了吧 不要再熬夜了 因为林峰知道 张雨西平时晚上的时候 有追剧的习惯 所以 她今天这么一说之后 张雨西点了点头 然后摸着自己的鼻子 说道 我记起来了 明天早上还有一节我的专业课呢 我可不能迟到了 所以 今天晚上 我就不陪你玩了 林峰有些遗憾地摇了摇头 本来她打算说服张雨西 不要出去看电视 然后就来陪自己的 结果人家不愿意 要是早点睡 那她就只能够抱着游戏机 玩一个晚上了 实在是太遗憾了 看着张雨西转身离开 去洗澡敷面膜的身影 林峰默默地收起了碗 然后到厨房里面去洗 而在另外一边 回到了自己家里面的陆青青 她被自己的爷爷叫住了 陆老爷子对着她说道 爷爷知道 你今天非常的不服气 也怪爷爷这么重地打你 但是你别忘记了 林峰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咱们得罪不起 所以 爷爷只能够在她的面前 做出一副对你惩罚的样子 只希望她能够消气 现在你能够体会你爷爷的苦心吧 她听到了自己爷爷说的话之后 却非常的生气 然后想要发火 却并没有发火出来 因为她觉得没有必要 再跟自己的爷爷说 这么多没用的废话了 于是她说道 您老人家就不必向我道歉了 您说的这些事情都是为了整个家族好 那我怎么可能会走那里呢 反正你做的一切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错的人是我 说完了这句话之后 她就一下子走掉了 面对她的背影 老爷子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然后她身边的助理告诉她说道 你也别太难受了 你的孙女大小姐 她一定会能总有一天明白这一天的 但是听到她说的话之后 对方却摇了摇头 一副不以为意的样子说道 如果她真的能够明白的话 那就好了 可惜怎么可能呢 如果她能明白的话 早就不可能跟我对着干了 行了行了行了 你呢 自己就派几个人去监视着她 不要让她做出什么 头脑一热的傻事 因为她觉得自己非常的了解自己的孙女 所以对方是怎么想的 她非常的明白 如果陆青青把脾气发出来的话 那么还能够耗一点点 可是如果她并不发脾气 而是对于她身边的人不理不睬的话 那么就说明这严重有问题 旁边的助理也明白 自己从小到大都看着长大的大小姐 一定不是那种能够遭受得起这次打击的人 她打算好好的去劝一劝 所以今天晚上 她决定了让一群人跟着陆青青 但是真正到了晚上的时候 她才会发现 自己将会看到一个非常恐怖的秘密 第1312章 居然还有这一面 到了晚上的时候 陆青青就偷偷地开着车 打算去找张开天 因为白天说的那些事情 她现在已经做好了准备 但是当她开车离开的时候 在她的背后面 有一辆车紧紧地尾随着那辆车里面的人 正好就是之前老爷子她的助理 这也是因为助理想要过来跟陆青青谈谈心 想要告诉她 她爷爷做的这一切 不仅仅是为了整个家族 也是为了她自己好 但是没想到 她的车子离开了这个家族之后 车子开的速度就越来越快 并且调整一个方向 还是得从前没有去过的方向 这就是助理的心里面 有那么一点疑惑了 但是陆青青一直都没有停下来 而是朝着那个方向 不断地开下去 直到已经过了半个小时之后 她才看到陆青青停了下来 并且把一辆车子 停到酒吧的面前 她进去了之后 助理也赶紧地从里面下来 这个大小姐到底出了什么事啊 为什么会跑到这个地方来 不行 我得进去看一看 否则的话 一旦老爷发现她出了什么事 我一定不会饶了我 随着助理跟陆青青 一起进去了这一家酒吧之后 她发现这些酒吧 里面的陆青青 竟然并不是真正的想要 在这里花天酒地 而是想要来找一个人 而且那个人非常的眼熟 那就是张开天 看到这个人之后 注定整个人都不好了 因为她知道 这个人的来历是什么也知道 她如果找上自己家大小姐的话 那么肯定是 有什么别的目的 可是她现在能够出去提醒对方吗 绝对不能 现在她先是把照片拍下来 然后就发给老爷子 然后让老爷子 看一看这样的情况 再过了三分钟之后 收到短信 并且看到了现在情况的老爷子 她非常生气地 对着自己的助理 发来了一条语音短信 说到了 不管怎么样 把那个小家伙给我带回来 绝对不能够让她在那个地方 毕竟居然还是跟着张开天那样的人 她对付得过来吗 也不想想 别人张开天找她 到底有什么事情 在她看来 张开天虽然说 是一个年久违的商业者 但是她的传奇 自己都有听过 所以对她的这些事情都非常了解 知道她不可能是想要追自己的孙女 绝对是有什么别的事情计划着 所以她立马就给自己的助理 下达了这样的命令 而这个时候 陆青青已经跟张开天两个人聊了起来 张开天点了一根烟 并且陆青青也接了过来这根烟 抽了一口 看到了这样的一幕之后 助理只觉得辣眼睛 完全就是一种 自己家的白菜被猪拱了的感觉 所以她现在就立马上去阻止了 因为她也不管 到底这个时候合不合适 反正刚才自己觉得老爷子也跟自己说过了 一定要把陆青青带回去上就是了 所以她过去之后 就把陆青青一把拉开 然后对着张开天说道 好久不见了 张总 你怎么突然之间跟咱们的大小姐 私底下约着见面呢 如果有什么生意要谈的话 那么不妨让我来转告我们家老爷子 然后让你们继续融洽地谈 听到的这样的话之后 张开天有些疑惑地 看了一眼眼前的这个人 然后看到陆青青流露出了一抹惊讶的表情 才明白过来 原来这人居然是陆家的人 看来是因为跟踪陆青青 然后找到这个地方来 张开天心里面 还是有些责怪陆青青的 因为对方也实在是太不小心了吧 居然让人跟到了这个地方来 不过好在 他并没有多大的担心 因为他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并且对着对方说道 原来是老爷子身边的第一大工程啊 有心有心之前 我们在一年前见过之后 就一直很想拜访老爷子 还没想到 今天再次在这里见到了 不过 您可放心好了 我跟老爷子的孙女 也就是你们的大小姐 并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情 我们是在谈一项非常严密的工作 如果能够合作的话 那么对我们两家都有好处 所以现在 你又何必大动干戈呢 听到他这么说之后 助理冷冷地笑了一声 他真的想说对方 哪怕是编造一点谎言 那么也应该像样一点吧 最主要 不要让自己看到这么明显的破绽 他冷笑了一声地说道 我说张总 你也不必这样撒谎 来骗我 对我来说 你想做的是什么我很清楚 而且 现在我们老爷子也清楚了 他现在的目的 就是让我把大小姐带回去 并且让他在我们陆家家不准再出门 也不能再跟你联系 现在张总应该让开了吧 听到了这话之后 陆轻轻眼睛里面流露出了一抹震撼 因为他觉得 自己这个大小姐 当的也实在是太窝囊了 居然这么快被人发现了不说 而且一点人权都没有管 助理说 要把自己带走 就把自己带走 根本就没问过自己的意见 哪怕是 他的确跟张开天合作不好 但是 这也是自己的事情 比如他爷爷应该管他 就是他非常愤怒地说道 助理 我可不管你 到底是不是听我爷爷的命令 然后要把我带走 但是我告诉你 我绝对不会跟你走的 今天晚上 我就要在这个地方 谁也不能再把我带走 说完了之后 他还靠近了一点张开天 看上去 他确实是打算跟助理杠到底了 助理的脸上 流露出了一抹失望 因为小时候 只要自己稍微说一点好听的话 或者说给自己家大小姐 买个什么玩具之类的 就能够把对方哄骗 然后现在呢 自己好心地为他好 结果却什么都做不了 这种感觉 对于一个长者来说 心里面充满了无限的难过 但是 他现在更重要的是 要完成自己家主子 给自己的命令 于是 他脱掉了自己的外套 露出了非常结实的肌肉 因为他明白 现在跟张开天讲道理 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只有用暴力 来解决暴力问题了 所以 他现在脱掉了外套之后 露出了一副 非常结实的身材 这让陆青青有些惊讶 没想到从小到大 这么一个温和的助理 像是一个叔叔一样 陪着自己成长那么多年 还是头一次见到对方 居然还会有这样的一面 也就是说 对方连打架都不怕的吗 眼前的这个张开天 真的能够拦住自己的叔叔 然后让他不跟着对方回去吗 想到了这里之后 他就把目光看向了张开天 第1313章 天之娇女 只可惜 张开天眼里面 又流露出了一抹惊讶 然后对着他说道 还没想到 老先生您 还是一个恋家子呢 既然如此的话 那我也没办法再得罪你了 听到了这话之后 陆青青的眼睛里面 流露出了一抹 不敢肆意的表情 他没有想过 对方居然这么没用 仅仅是因为助理露出了一副 想要跟他打一架的样子 他就已经妥协了 那这样下去的话 岂不是 真的要把自己带回去吗 如果一带回去的话 那么可以想象得到 他的爷爷会用多么严厉的方式 惩罚自己 这次可非同而戏啊 要知道 他得罪的 可不再是昨天的林峰 那么轻松的一件事情 而是把自己爷爷 这个陆家的掌舵人的颜面 放在眼里面 那么下场是非常危险的 于是 他对着张开天说道 你也太没用了吧 我说说他 怎么对付你了 大宝底他不打算还手吗 你还像不像的男人啊 听到他说的话之后 对方微微一笑 然后露出了一副 无所谓的表情说道 本来大小姐 你跟我之间的合作 也就这个样子 咱们还没开始呢 所以 你哪怕是被抓回去之后 他们也不会跟你怎么样 为什么要这样关心呢 听到他说的话之后 陆轻轻一时半会 还没反应过来 直到他 把自己给抛弃了 非常愤怒地说道 我真的是看透你了 原来你是这么一个 没用的家伙 早知道我怎么都不会相信你 跟你出来 听到他说的话之后 助理这才有些愣住了 因为他从这两个人的 对话里面听出来了 他们两个人 并没有什么过深的交流 也就是说 无论张开天 有什么样的计划 都还没来得及 告诉自己的大小姐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回到家里面之后 他也能够向老爷求情 所以 他对助路轻轻说道 既然大小姐 你跟他没有什么 太大的关系的话 那么你还是过来吧 别让叔叔 真的要对你们动手才行 毕竟 他这也算是以下反上了 不管他家的大小 解犯了多大的错误 那他肯定是最好不要对人家 使用这种暴力的手段 把人给带回去 否则的话 多少有点影响不好 但是听到了这话之后 陆青青非常愤怒地 对着他们两个人说道 你们两个人 不就是想让我滚回我家吗 那我告诉你们 我绝对不会回去的 说完了这话之后 他直接跑了 看到这样的情况之后 助理也只是 看了一眼面前站着的张开天 然后冷哼了一声 希望你以后 不要再来打扰我们家的大小姐 说完了这话之后 他就离开了 看着两个人走了之后 张开天才摇了摇头 然后转手给陆青青 发了一条短信 短信上面说的是 我知道你刚才很生气 但是你能不能够 好好地想想 刚才我这么说的原因 就是为了让你 回到陆家的时候 不会被你爷爷叫去 因为刚才那个家伙 也已经听到 我们两个人的谈话内容了 他知道你是冤枉的话 那么回去以后 肯定会为你求情 这样的话 咱们以后 还有机会出来见面 不然的话 你觉得我们刚才一直反抗 难道那个抓回去 不会把你抓回去了吗 把这话发送过去之后 他就继续坐在了椅子上面 喝了一口酒 反正现在 已经不再像之前那样 对付林峰一样 无奈发生任何一点打击 就变得非常的奋斗 因为他知道 奋斗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只有冷静下来 才能够知道 自己到底应该怎么去摸清楚 对手的真正想法是什么 所以这会儿 哪怕是陆青青 真的被助理给抓上了 那么带回陆家之后 也不会受到多大的惩罚 陆青青在接收到了 对方的短信之后 只是冷冷的一笑 他刚刚跑出来的时候 心里面也一下子想明白了 对方为什么这样做 但是他生气的原因 不外乎就是觉得 对方太过分了 没有跟自己商量一声 就这么把自己给出卖了 不管他是为了他自己 还是为了陆青青好 那都是一种出卖队友的行为 所以他出去了之后 就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跑了 那时没一会儿 果然就被助理给追上了 然后他有些无奈地说道 大小姐 你还是别跑了 乖乖地跟着我回去吧 再这样下去的话 咱们谁都逃不了好果子吃 老爷子心里面 已经非常生气了 你难道还想让他 再继续发脾气吗 听到这里的时候 降龙将士任命的意见 然后在原地就没有走了 因为他也知道 对方说的是实话 他这样逃下去的话 怎么可能会逃得出 整个江城呢 除非他现在 就有人把自己给接走 不然的话 该回去的还是要回去 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罢了 但是他非常讨厌 眼前的这个人 于是他冷冷地说道 如果不是因为你们的话 我怎么可能会选择 跟那个家伙合作 现在别以为 你把我叫回去之后 就能够完成这个任务 讨好我爷爷了 说完了这话之后 他就一副 趾高气扬的样子上了车 看着他的背影 助理摇了摇头 真的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好 只能说 他家的大小姐 实在是见识不够多 所以一门心思 全部都已经变成深深的执念 哪怕自己说千百遍 对方也不会理解的 于是只能作罢 上了车之后 很快过去了一个多小时 就已经到达了路甲 而重新回去了之后 发现整个别墅里面 都是灯火通明的样子 很显然 老爷子是专门 在等自己的孙女回来 等到人回来之后 他就立刻愤怒地 拿着拐杖 除了一下地面 然后生气地说道 你这家伙是怎么回事 我都告诉你多少时间了 让你听话听话 可是你却一点都不知道听话 而且还总是跟整个家族作对 现在你已经打算 跟张开天那样的人合作了 你到底想要 让家族怎么样 跟着你一起倒霉吗 说了这话之后 陆青青有些惊讶 居然没有被他的眼睛用棍子打 但是他依旧一副 非常愤怒的样子 看着自己的爷爷 说道 这都是你们自己造成的 如果不是因为 你们给我带来的那些冲击 我怎么会选择 跟他那样的一个人合作 平常我看 都看不起这种人 的确他以前可是天之娇女 只要他一句话的是 整个江城 不知道有多少有名的人物 都得乖乖地 给他讨好他 但是现在明显就变了 变得不再跟以前一样了 因为从此之后 他只要一出门 只要跟那些圈子里面的人 再次接触起来 他们都会说到一件事情 那就是 陆家今天这么丢人的事情 他身为一个千金大小节 却要被以前的那些 自己看不起的人嘲笑他 怎么可能会过得很舒服呢 于是他说的这话 就直接在这儿 陆老爷子再次深切地期待 本来以为自己的这个孙女 还算是懂事的 平常也只是有点小娇蛮 但是现在看来 哪里是有点啊 他觉得是太不像话了 于是他狠狠地说道 你给我跪下 第1314章 各有千秋 陆轻轻望了一眼自己的爷爷 然后乖乖地跪了下来 一脸无所谓的模样 他早就已经猜到了 回来的结局会是怎样 又怎么可能会害怕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呢 但是 也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 遭受到一顿非常严重的惩罚 而是让之前的助理 听到的那些 全部都汇报了出来 陆轻轻其实跟张开天 两个人交谈 并不是很深的时候 可以看得到 老爷子脸上 流露出了一抹轻松的表情 怕就怕自己的这个伴随女人 已经跟人家同流合污 上了贼船就下不来了 但是 现在还好明显 对方还没来得及 跟陆轻轻 进行更深的计划交流 所以 现在还有的是时候补救 这时候 他对助陆轻轻说道 我知道你心里面 非常的不关心 没关系 我明天可以让你去看一看 咱们家族到底算得了什么 他觉得 都是因为曾经给陆轻轻太好的 生存条件 所以才让他觉得无法无天 什么都不放在眼里面 而明天将有一场 非常重要的宴会 来的都是各方面 有着顶级排名的商人 或者说其他业外的人物 到时候 就能够让自己的这个孙子 睁大眼睛 好好地瞧瞧他们的家族 根本什么都算不上 听到了这话之后的陆轻轻 他附和了一声 把脸转到一边去 不想跟自己的爷爷 多说一句话 所以今天晚上也就这么过去了 不然的话 真要闹得整个别墅的人 都睡不下觉 那也确实不好 到了第二天 陆轻轻才刚刚起来 就被自己的爷爷安排着 要开始化妆 以及收拾打扮 因为今天晚上 要去参加一个特别重要的宴会 而这里的人 全部都是一些商业 以及企业家 自己去的时候才会明白 他们陆轻 虽然在江城是了不起的家族 但是在那么多强者的眼里 却什么都算不上 等到到了傍晚的时候 一家子人随着出发了之后 陆轻轻的眼里面 自己的爷爷说 只要是江城有名气的企业家 或者说是商人那么多 一定会来的 那就代表着 林峰也会来了 一想到自己的这个冤家 要来的时候 他的心里面 忍不住的一阵激动 但是这时候 他的爷爷的声音传了过来 告诉他说道 我不明白 为什么你会找上张开天那家伙 但是我得告诉你 如果你在跟他合作的话 那就算是 我也保不住你 到时候 你真的把林峰给惹生气了 你可以瞧瞧他生起气来 会不会把咱们陆家一锅踹掉 到底是从小到大 把自己养育长大的爷爷 所以 陆青青多少 还是给了一点回答的说道 您老人家就放心吧 反正无论是出事还是不出事 我都一定不会 让您和陆家遭殃的 这都是我自己的事情 听到他这么天真的话之后 老爷子摇了摇头 心想 如果真的有他们 说的那么容易就好了 要知道 在他们这个圈子里面 一夜之间 变成平民百姓 或者还背负上千万的负债的人 那大有所在啊 当然了 这样的话 他也不可能告诉自己的孙女 也就是陆青青 因为他们这种大型家族的规则 陆青青还不是特别的理解 那也是如此 为什么还要多说呢 所以在这车上 他们爷孙俩 也没有发生任何的谈话 毕竟陆青青是真的不想 和自己的爷爷交流了 他觉得 要不是因为他爷爷的话 那么现在 他在林峰的面前 弄成现在这个样子 可是这一切 都没有后悔的说法 又足足过了半个小时之后 他们度假的人 总算是到达了 今天晚上该到的地方 所以下了车之后 陆青青看了一眼 这个地方的人 有些微微的惊讶 因为的确是见到了许多 他平常不可能见到的人 就比如说 西装的是 看起来是浑身精神抖擞的 四五十岁的老人 那可是整个国家上下 都非常尊敬的一位企业家 没想到居然会来到这里 而且自己还有幸能够见到 就连他学校里面的 专业的老师都不知道 居然会有这么厉害的人物 来到了现场 如果有的话 那么他那个学经济的老师 一定会吵着 也要来这个地方 并且要一张请柬 但都是以前的小号 或许就跟你自己的老师一模一样 毕竟见识到了大人物 但是现在不一样的他 对于整个家族 以至于像这样的一个圈子的人 都没什么太大的好感 他现在的目光 就一直都在寻找着林峰 如果一旦等到他 找到林峰的话 那么必定会是一场 新的风暴产生 但是他的爷爷 怒加老爷子 也不是傻子 所以他就对着 自己的孙女 陆青青说道 来 你跟我去见几个伯伯 那你到时候 见到人的时候 一定要好好地说话 知道了没有 听他这么说之后 陆青青的眼睛里面 流露出了一抹 非常的不爽 他才不想跟自己的爷爷 去见别的人 他最想见的人就是林峰 可惜的自己爷爷 并不满足自己的 这个条件不说 还剥夺了自己 自由活动的权利 早就已经被教训了 一顿的陆家大少 给了他一个眼神 对着他说道 好了 你就过去吧 别再惹爷爷生气了 看到陆家大少 这样一副模样之后 作为他的亲妹妹 陆青青也是无语了 他点了点头 然后就跟着陆家老爷子 一起往前面走 当然了 走到前面的时候 他们也发现了 有不少的人 都朝着他们看了过来 其中有一些目光 自然是为了陆青青而来的 毕竟他今天晚上 打扮得特别漂亮不说 而且基本上 是可以碾压这里的很多人的 这也是为什么 之前林峰愿意给他一次 改过自新的机会 就是看在他 长得还可以的份上 虽然林峰并不是说 见到女孩子就走不动了 毕竟他爱的人 只有张雨昕一个人 他跟陆青青美女 这样的人各有千秋 只是陆青青这家伙 非常的不道德 只知道满足自己 而不知道对别人 也要有尊重 所以才会落得 被林峰教训的下车 但是现在他这一身 的确可以吊打 很多女明星了 所以在场的有人 朝着他投过来 一副爱慕的眼神 这也是非常正常的 第1315章 乖乖给本小姐道歉 陆老爷子听到 他这么不听话 不愿意跟着自己 去见其他企业家 陆家老爷子 就有点不高兴 他知道自己家孙女 在想些什么事情 于是他直接看着 对方说道 别想着那些 子虚乌有的事情了 你跟林峰两个人 本来就是两个世界对着 要是现在 跟他接触的话 那么你没有什么好下场 这也是 作为一个过来人 所以陆家老爷子 才会对自己的孙女 说这样的话 可是他说了这句话之后 却被对方冷冷的 嘲讽了的说道 行了 爷爷你说的这些话 我难道还不知道吗 你就是 不想让我跟林峰 两个人多接触 我不去就是了 你也没必要把话 说得这么难听吧 况且再说了 我跟他之间 到底还会不会再见面 你怎么知道呢 看样子 他也真的打算 给林峰再碰到 所以陆家老爷子的 心情非常的坏 也是对着旁边的助理说道 既然大小姐 没有想要跟其他的企业家 有任何认识的想法 那么就带她回去吧 她在这个地方也是碍眼 说了这话之后 陆青青却有些不服气的 对着自己的爷爷说道 你怎么能够这么说呢 不过就是因为 我说了一两句不好听的话 你就这样把我给弄走 那你刚才就不应该 把我带过来 现在呼之急来呼之急去的 有什么意思 听着自己的孙女 居然还敢跟自己顶嘴 她就更加的不爽了 于是说道 好了 我刚才给过你机会 是你自己不乐意 你现在还想怎么样 就在这个时候 助理忍不住的 说了一句公道话 老爷 就让大小姐这里 继续待一会儿吧 毕竟也是带她出来 见见世面 要是这么快 就让她离开的话 那岂不是真的就白来了吗 听到自己多年的老助理 跟自己说这样的话之后 路到爷子 这才松了一口气 然后对着陆青青 一直没什么好脸色的说道 要不是因为你的叔叔 给你求情 我今天真的让你回去补课 你现在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去跟我接你的 那几个伯伯 反正他只要在这里 老爷子自然 不会让他轻易的见到林峰 即便是陆老爷子也知道 这一次林峰应该也会来 不过却不是百分之百的 能够肯定 但是他就是 不希望自己的孙女 能够见到对方 不然的话 这不就乱套了吗 谁知道林峰 还会不会因为上次的事情 继续生气呢 陆青青有些不甘心的 跟着自己的爷爷走着 他才没什么想继续 待在这里的想法呢 都是刚才助理自作聪明 不过这会儿 他可不敢 把这样的话说出来 要是敢说的话 那他就差不多完蛋了 跟在了他爷爷的后面 他还是用眼光 不断地打量着 这一对人里面 有没有林峰的影子 可是到底还是 让他有些失望了 因为他并没有看到 林峰的影子 正当他觉得 有些失落的时候 突然之间 他就看到了一抹希望 因为他看到了张雨昕 那么就代表着 林峰有可能 也在这里想到这里 之后 他的心里面 就开始砰砰地 跳个不停的 一定是这样的 他急忙地走上去 想跟张雨昕打招呼 结果 却发现有更多的人 对着张雨昕打招呼 因为他们都知道 林峰跟张雨昕 两个人 是情侣的关系 再加上有人想要 刻意讨好林峰 所以就更加愿意 跟张雨昕面前 一直装存在感 根本就没有机会 能够让陆青青上的去 看着这么多人 都坐在这个地方 陆青青哼了一声 直接就走了 因为他才没那个脸上去 跟对方打招呼 然后再被对方拒绝 这让自己觉得 非常的不甘心 凭什么大家都是女人 可是对方的命 就比自己好吗 但是他刚要走的时候 又看到 在不远处的林峰走了过来 然后朝着张雨昕 一副非常宠溺的目光 看了过去 就把对方 给微微地握住了手 两个人哪怕是 在这样的工作场合 也依旧非常的恩爱 至少陆青青 再一次咬紧了牙齿 不行 他越是看着 这两个人这么恩爱 他就觉得 越是为自己打抱不平 所以 就在他打算上去 想要闹一下的时候 突然身后面有个影子 把他给叫住了 陆青青 你还想干什么 给我回来 是他爷爷的声音 听到了之后 陆青青有些咬牙切齿地 退回了一步 然后转过头 来对着自己的爷爷说道 爷爷 您不应该干涉我的事情 这都是我自己的决定 无论如何 你也不应该每次 都阻止我做出的选择 说完这句话 他爷爷就去了 不给他一个大嘴巴子 他爷爷指着他说道 如果不是因为 现在在这样的公共场合里面 我不方便 给你动手的话 那现在 我早就 已经给你个巴掌了 你这丢人的玩意儿 还不赶紧给我退一下 本来没有 让林峰发现的 可是经过他爷爷一闹之后 还真的让林峰 一下子就注意到 他们一对祖孙 林峰转过头来 对着他说道 原来是 你们两个人才一天不见 你们是已经忘掉了 之前的事情 打算再向我打招呼了吗 听到说完了这话之后 陆老爷子 一副非常讨好的样子 对着林峰说道 是啊 林先生 我们的确是在 向你打招呼的 毕竟咱们之间 本来就没什么仇什么怨 又何必计较那么多呢 说完了这句话之后 林峰倒是似笑非笑地 看了他一眼 经过你这么一说之后 我倒是真的觉得 你说的话有几分道理好啊 既然你们已经当做 之前的事情 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的话 那么我也不会主动的 再说些没用的话 那你们倒是说说 今天晚上你们来找我 今天是为了想打招呼吗 既然已经问到了这个问题 陆青青也不愿意避开 不回答 他刚刚想要说的时候 结果就听到 他的爷爷对着他 有些不太高兴地说道 陆青青 你别忘了 之前的教训 经过提醒 陆青青只是微微地撇了撇嘴 然后一副不服气的样子 望着林峰地说道 如果之前不是因为你 特意向我爷爷告状 我一定有机会 让你乖乖地给本小姐道歉 说完了这话之后 所有的人 都是用一副 看傻子的表情看着他 大概没想到 他居然这么自打 敢说这种话 陆老爷子最担心的结果 还是发生的 本来他没想过 让自己的顺利 再次的最难受的 可是现在已经发生了 该怎么办呢